大家好 歡迎來到自由亞洲兵家常識節目 近日 關於中國最新兩棲攻擊艦076的衛星圖像出現在網上 目前 這艘軍艦正在位於上海長興島的船廠進行建造 這個船廠應該隸屬於中國船舶工業集團的滬東中華公司 滬東中華同時也負責建造075型兩棲攻擊艦 目前已經服役三艘第四艘正在建造之中 從衛星圖片可以看到 076尺寸比較大 在中國的航空母艦福建號和075型兩棲攻擊艦之間 076型長度大概為263米 寬為43米 同樣根據衛星圖片 075型長度在239米 寬32米 而福建號航母長接近316米 寬接近84米 美國的兩棲攻擊艦美麗肩級長度為260米左右 全寬32米 也就是說根據衛星圖片 076型兩棲攻擊艦有可能比美麗肩級還要大 排水量有可能達到5萬噸以上 076型兩棲攻擊艦是在2023年10月份左右開始建造 從外星來看採用的是直通甲板 在船尾左側有一處飛機起降機 在中段有另外一台大型起降機 目前有傳言 076兩棲攻擊艦將裝備電磁彈射 主要信息來源是2020年左右 當時網上流傳出來中國傳播工業集團 第708研究所關於076項目招標書 根據網上流傳的招標書 076有幾大特點 第一是採用中央直流全電推進 第二是採用電磁彈射電磁阻攔 另外要有污艙和機庫還有車輛甲板 那麼076型兩棲攻擊艦主要將有什麼樣的用途 在解放軍海軍中將是什麼樣的定位呢 網上猜測的第一個用途是作為無人機航母 這樣的英文報道已經出現在網絡上了 如果076裝備電磁彈射就具備了彈射大型無人機的能力 但是從中國海軍目前面對的形勢來說 完全沒有必要將076作為無人機航母使用 這主要是因為台灣距離中國比較近 平均來說也就是100至300公里 這樣的距離 無人機從中國大陸的機場就可以起飛 執行相關的偵察任務或者轟炸任務 完全沒有必要從076型兩棲攻擊艦上起飛 佔用寶貴的海軍艦載機空間 以伊朗為例 伊朗和以色列距離10萬8千里 但伊朗依然可以發射大量無人機進行空襲 第二個很多人猜測的用途 就是將076作為閃電航母 所謂的閃電航母特指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因為裝備直通甲板 同時搭配F-35B就可以變身輕型航空母艦 美麗艦輯航母可以視情況搭載12架至20架F-35B戰鬥機 因為F-35B戰鬥機具備垂直起降的能力 就算軍艦沒有彈射器依然可以使用 比如英國的伊麗沙白羽王級航母 日本的初雲級直升機護衛艦 意大利的加富爾號航空母艦 美國的美麗艦輯兩棲攻擊艦都可以搭載F-35B 美麗艦輯的前兩艘有著極其巨大的機庫彈藥庫 非常著重強調航空能力 甚至為此取消了污艙的設置 雖然名為兩棲攻擊艦 但它的設計初衷和作戰效能 其實相當於一艘輕型航空母艦 同時能夠通過魚鷹直升機進行垂直登陸作戰 不過我認為中國的076兩棲登陸艦並不是以小航母作為設計理念 根據2020年左右披露出來的招標書 076兩棲登陸艦也將設置污艙 所謂的污艙就是在軍艦後半部分 靠近水線的部位有一個特殊船艙 當船艙駐水時船尾降低 就能夠和海平面平齊 這個時候打開艙門一些兩棲載具 比如說氣墊登陸船就可以駛入艙內 這是目前兩棲登陸艦的標配 比如在美國紐約每年都有艦隊舟 最近幾年每年都是有一艘黃蜂級兩棲登陸艦前來共遊客們參觀 我去年的時候就登上了黃蜂級兩棲攻擊艦 黃蜂級和美國美利堅級第三艘以後的所有軍艦都配備了污艙 中國海軍的艦軍思路其實一直是沿襲自美國 比如說我們說直20直升機 就完全仿自美國的黑鷹直升機 而中國航母的建造思路也是沿襲美國航母 雖然中國的第一艘航空母艦是來自蘇聯時期的遼寧號 而蘇聯時期的航母思路和美國航母非常不同 不僅採取了滑越甲板 而且航母上會搭載大量導彈用於自衛 不過中國官方雖然一直反對美國 但是中國軍隊的裝備思路和建軍思路一直是學習美國 中國現在的福建號航母其技術特點 技術特徵正是在學習美國的航母裝備 甚至連航母上工作人員穿的衣服的顏色和他們的職責 也是學習美國的航母 而在076兩棲登陸艦設計思路上 中國也完全借鑑的是美國兩棲待命之隊 英文叫ARG 美國的兩棲戰鬥小組一般包括三艘軍艦 分別是一艘兩棲登陸艦 主要是美國黃蜂級或美麗堅級 主要任務是使用直升機垂直將部隊空運到戰區 其次利用軍艦搭載飛機對戰區提供對地支援 黃蜂級兩棲攻擊艦一般搭載的是AV-8搖式攻擊機 而美麗堅級則可以搭載F-35B戰鬥機執行對地任務 而第二艘軍艦是兩棲船屋登陸艦 主要任務是使用登陸艇或氣墊登陸船 將部隊運送至灘頭 這些軍艦也有一定起降直升機的能力 對於美國海軍來說 這主要就是安東尼澳級 而第三艘軍艦就是傳統的船屋登陸艦 這種船屋登陸艦無法大量起降直升機 也沒有對地攻擊的能力 主要任務就是運輸人員 通過氣墊登陸船以及其他登陸艇 將兵力從海上投送到敵方的攤頭 而美國海軍目前使用的主力則是惠德比島級船屋登陸艦 這三艘軍艦就構成了美國一個兩棲待命支隊 這是美國最重要的前置部署力量 通常可以搭載一個完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MEO 大概能夠投送2200人以上 零七五兩棲登陸艦雖然載重比較大 也採用了全通甲板 但因為中國沒有像F-35或者搖式戰鬥機那樣能夠垂直起飛的戰鬥機 零七五的作用更多是起降運輸機進行垂直登陸作戰 更為重要的是 目前的中國海軍沒有裝備任何武裝直升機 武裝直升機只是隸屬於陸軍 在過去中國的登陸作戰思想中 海軍負責提供運送部隊而對地支援則是由陸地上起飛的飛機和直升機展開的 在戰時這樣的安排無法充分發揮聯合兵種作戰的效果 而零七六兩棲登陸艦出現的最主要意義 是使得中國解放軍海軍兩棲部隊擁有對地支援以及打擊的能力 零七六在裝備電視彈射之後 無論是起降無人機 武裝直升機 或者是彈射殲-16戰鬥機 這將改變過去中國海軍兩棲艦隊 僅僅充當陸軍武裝直升機臨時補給點的作用 能夠更好地在登陸作戰中發揮兵種聯合的效能 在未來可能登陸作戰中 零七六將是兩棲登陸艦隊的指揮中心 中國未來兩棲艦隊也將會效仿美國兩棲編隊 由三至四艘登陸艦隊組成 零七六兩棲登陸艦對標美國的黃蜂級和美利堅級 零七五級起到了類似美國的聖安東尼奧級登陸艦的作用 而零七一型船屋登陸艦 則和美國的惠德比島級船屋登陸艦效果類似 中國兩棲艦隊也將形成由零七一零七五零七六 三種不同登陸艦組成的特遣艦隊 這樣一個建軍思路依然是學習和仿制美國海軍 我們今天簡單根據現有的圖像和資料分析了 零七六兩棲登陸艦的一些背景 不過現有的信息依然十分匱乏 這款兩棲攻擊艦具體有什麼樣的性能 我們還有待觀察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講解 我們下期節目講解 字幕提供 我們下期節目講解 我們下期節目講解 解